影音新闻综合报道 为什么常常觉得很多华语流行歌听起来很像呢? 原来这是距今三百多年前 由德国作曲家帕海贝尔创作的名曲 卡农的和弦进行式 依序是CGMMFCFG7 以八个小节和弦的模式反复进行 这也是西方音乐史摸索了数百年 写出好歌的经典公式 甚至现在写歌都相当万用 基本就是这些和弦只有些根音的变化 FB粉专Webball最近就以此为灵感 cover了二十五首有套用这个公式的华语惊曲 在网络上掀起热烈回响 Webball是由音乐人廖维卓在去年成立 他表示在一个和弦进行不断重复当中 普解出不同的旋律 这二十五首歌都是应用所谓的卡农和弦进行而编写的旋律 所以用里面的任何一首歌的旋律从头唱到尾也都完全无为憾 网友听完纷纷大惊 难怪我常常这首歌唱一唱就唱成别首歌了 盼海贝尔其实是流行乐之父 现在一起来听听这份歌单里有哪些歌是你的青春回忆吧